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你这个人怎样 他们只在乎你有没有钱 有没有房和车 有没有稳定的工作等等 如果有 就有继续交谈的可能 如果没有 可能第一时间就把你拉黑了 根本不会耗福精力 可实际上 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如此现实 大多数女人相比于在意男神的物质条件 更在意两个人是否合得来 毕竟她们也早已到了经济独立 不再认为女人混得好不如嫁得好 在这种情况下 她们对于爱情反倒有着更高的要求 针对这种情况 男人与其埋怨女人现实 不如在遇到喜欢的人时 达出全部的真心 有时候 征服女人并不是你的帅气 并不是你优越的经济条件 而是你在相处中表现出的真诚 当你学会聊以下三个话题 那么你们之间的距离自然便能拉近 这比一味的花钱又用得多 一 聊彼此都感兴趣的共同话题 有个成语叫志同道合 不管是恋爱还是朋友 只有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才有可能相处下去 男女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 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 一个人渴望了解汽车 那么他必然会精心地研究 想要做出美国佳肴 肯定会用心学习烹饪技巧 如同许多人都渴望拥有一段美满幸福的爱情 那么他们必然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 经营 若不付出 怎样回报 然而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 却并非所有人都能参悟 爱情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男人如果既想与女人建立亲密关系 又不愿意提前做任何了解 这种只凭直觉形式的处事方式 往会让他们得不偿失 试问 男女之间的感情 若是仅靠意识的激情来维持 等到双方冷静过后 才察觉彼此并没有共同欲言 沟通也犹如对牛弹琴 爱情又怎么可能长久维持呢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 我们如果做好了和一个人共度余生的心理准备 就要主动去了解对方的工作和喜好 即便是一知半解 也比一无所知要好 二 聊双方的优点和闪光点 加深对于彼此的好感 金无赤足 神无完人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优点和缺点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就要尽可能地在他面前表现出好的一面 同时也要善于发现 发现对方的长处和优点 当你被对方身上的某个特点所吸引时 对于他的感情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反过来说 当对方发现了你的优点 自然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所以事实的表现自己是一种情商高的表现 这不是套路 而是技巧 很多时候笨嘴啄舌的男人 往往更容易错过对的人和爱情 因为他不懂得表现自己 不懂得如何拉近和对方之间的距离 可你不懂得表达 对方又怎会知道你的心意呢 总是让人猜来猜去 谁都会累 三 聊双方的爱情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只有三观一致才有长久交往的可能 真正的爱情不只是一时的吸引 还有长久的契合 这就需要双方在相处的过程中保持三观一致 所谓三观便是平常我们所说的爱情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 只有大的人生追求和方向是相同的 才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行 否则这会渐行渐远 正如电影《无问东西》中 刘淑芬和许博长一样 他们的爱情令人叹息 两人年轻时便是一对儒家似妻的情侣 随着许博长读大学开阔了眼界 刘淑芬逐渐理解不了对方的内心 两个人的知识水平天差地别 人生价值观也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一直与勉强结婚后 彼此的感情如履薄冰 爱情长久保鲜的秘诀就是彼此共同成长 在时间的见证下变得越来越默契 彼此建立起更牢固的关系 如果三观不再一样 认知不再相同 那么彼此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多聊一聊彼此的三观 可以促进对于对方的了解 也能更早确认 对方是不是跟自己合适的人 追求喜欢的人 未必需要太多的套路 适时地表现出真诚 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 当你学会跟对方聊 以上三个话题 自然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但是前提是 你是真心实意的 因为这才是一段感情 发展下去的基础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